台東長冰箱一家便利超商店員 在打掃用餐具的時候 發現有客人的包包忘了帶走 打開一看 裡面居然是20萬元的現金 還有證件及信用卡 他趕快報警處理 警方曲線連續到施主 是一名證訊男子 原來他是從外地來台東談生意 召集趕車糊塗 遺忘了貨款 他也很感謝超商店員實心不媚 超商店員帶著警方 當來到食貨巨款的座位 當時女店員正在打掃店內顧客用餐區 就是在這張椅子上 發現了一個灰色背包 一放就是兩個小時 直覺可能是個遺失物 女店員打開包包一看 裡面竟然是20萬元白花花的鈔票 趕緊報警處理 截獲匣內統一超商包案 實得背包及大筆現金 經本所受理為實得物案件後 派員附送返回本所清點 探開包包內 除了有20萬元的新台幣外 還有銀行存折 硬件 信用卡和證件 警方逐一清點後 循著證件上頭的資訊 聯絡上了十組正姓男子 原來他是從外地來台東洽談生意 在超商稍作休息後 因為趕著上車 才不慎將背包和裡面一大筆貨款 遺留在店內 索性店員實心不媚 才沒讓他真的把錢搞丟 警方表示民眾若實貨疑失誤 無法立即通知失足領回時 應該叫警察機關辦理保管及公告 也呼籲民眾外出時妥善保管自身貴重物品 若不慎疑失可至派訴所尋求協助 記者站會 長冰箱報道